大家好 我是漂亮家具的總編輯 張力寶 那今天呢 其實是我們跟信義學堂還有CSID 共同舉辦的老屋改造 就是老屋改造的第三次的講座了 那今天呢 其實我們要討論的就是 當然我們知道老屋其實房子是有生命的 從他開始被建造出來到經過不同的屋族 其實甚至同一個屋族在人生不同的階段 他都有不同的風景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講座呢 第三場也是我們最後一場 我們邀請到的是柏城設計的創辦人邱博文 然後還有我們長庭空間視覺的我們的高總監 我們的高經理 那在這之前呢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們CSID的中華民國社會的副理事長邵維艷 邵維艷呢 其實今天特別從大陸趕回來 要參加上面的名字是錯的 造喜是第一場的 因為他們吊場 那我們這一場特別邀請到我們副理事長邵維艷來跟我們 先講幾句話 來 維艷上場 給大家掌聲 謝謝寶姐 那今天很開心呢 是我們這一個系列的第三場的這個有改造的一個命題 那站在協會的立場呢 其實我們整個協會呢 事實上是比較學術派一點的 比較會談一些這種學術上面的論述 那這一次呢 我們特地邀請了那個 邱博文也是我們非常優秀的設計師 還有我們的這個高經理啊 站在實務的設計操作跟材料的角度 來看一下有沒有改造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這議題其實非常重要啊 我記得我前幾天 剛好在大陸參加一個論壇會 我們在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何把過去的這個傳統住宅移植到所謂的這個高層建築裡面去啊 大家一直在思考有沒有可能 那這問題也非常有趣喔 我想今天應該也有機會會在這個下半場的這個語團會聊到 比如說 為什麼我們以前會有閩南建築 會有四合院 為什麼會有這個青龍白虎朱雀玄虎這樣很沉地關係的這樣的一個布局 因為以前是三代通常的這個這個所謂的家庭結構對不對 以前是三代通常甚至到四代通常 那這個整個的這個中國人又對於這種門地關係的層次是非常重視的 因此造就了這樣子的一個房子的一個構成 可是你看現在我們的現代人啊 現代人基本上最多就是兩夫妻一個小朋友 最多最多兩個 基本上是以核心家庭三人到四人為主 所以這樣子的組構的這個結構 跟以前的組構構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命題 就是說原文改造這件事情 不管最重要的是裡面的使用者 或裡面的這個住在裡面的人 那如何裡面人的這樣子一個構成會導致空間的不同 那今天呢其實有非常多很棒的這個案例的分享來談 整個這個這個這個人口的變化社會的變化 反映到空間設計會怎麼樣一個構成 我覺得會非常精彩 那我想今天呢我就站在協會的角度 也謝謝漂亮的那個寶姐還有我們這個新學堂雅文 辦一個這個最終場 非常這個很棒的這個演講 那希望大家在今天一定有非常多的收穫 那我們再來就準備交換給我們的這個這個獎者 那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大陸 其實這一場呢 我們從第一場的從格局 然後我們從平面談起 大家談到我們後來的 我們上一場在談的材質設備 那這一場其實我們要討論就是說 一個老屋最後賦予他風格的 賦予他個性的 除了設計師的改造其實還有很多 包含設計師怎麼樣透過一些屋主的原本的東西 再上一些軟裝去就是所謂的所謂的風布置去展現出他的風格 那這一次呢 我們當然因為我一直說這個講座非常難得 不是只有設計師來跟你們分享而已 我們今天一樣照樣有一個長題空間視覺 會來跟我們分享有關於在立面材質的一些 立面的一些表現怎麼樣表現出風格 那在首先在 所以我們今天一樣會分兩次 兩場的不同的一個演講方式 上半場我們請博神設計的創辦人邱國文 來跟我們分享他的老屋改造的一些 新的跟一些做法還有一些案例 那下半場呢 我們會請高經理跟上台跟我們分享 最新的有關於壁紙的一些設計的趨勢 那最後呢我會邀請邱國文還有高經理 還有少維燕一起上台跟我們來分享 有關於老屋改造可能會面 遇到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問題 然後最後我們也會開放問題給大家 那以上是今天我們的整個講座的流程 那接下來那現在這個階段 那最重要就是我們邱國文的分享了 那我們掌聲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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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邱國文 我們公司叫做博神設計 我跟我partner在台灣開了這家公司開了9年 那今天的演講呢 我不知道大家前兩次有沒有來過 有來過 OK 我這次的演講有一點 有兩個事情我想要做比較不同的 第一個是我會從後面開始講 所以先給你們看結果是什麼 然後再回去到一開始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然後第二個事情我想要做的是 討論居住這個事情 居住在台灣是怎麼樣的環境 是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以我們設計師的角色怎麼樣 更擴大的思想 然後更去影響整個台北的環境跟美感 跟居住的一種美學 所以要是我們可以成功 以這個方向去擴大思想 居住在台北代表什麼的話 我覺得會這一場對我來講會更有意義 所以就開始吧 這是我小時候的環境 這是我居住的地方 這是我的後院 這是我的後院 這個是我家外面的草地 然後這個是我們後院的花 這個是我們隨便開車就去看到的景色 然後這是我們家旁邊的一個海灘 所以我們一直在想說 我小時候這些的情景跟思想 是不是有機會 重複在台灣 然後重複的實現 是不是有機會在家裡 繼續的包小籠包給大家吃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把家也是變成一個 遊戲圈變成一個Playground 是不是可以把家當作 後院當作一個閱讀的地方 城市的地方 打坐的地方 是不是家裡可以邀請更多的朋友來 然後烤剛釣起來的魚 然後抹個煙 然後謠言給小朋友看 這些種種的想法 是我居住在紐西蘭 10歲就去紐西蘭 然後一直到19歲的時候才離開 這些某方面這些思想 一直在我的背景裡面 我的深深的寫裡面 這就是我們的家 在紐西蘭的家 給我了很多的回憶 當然所有的回憶不一定是這麼 剛剛那麼漂亮的 也許還有一些比較辛苦的回憶 像每天都需要去交花 然後那個花園很大 所以要交很久很久很久 或者說 在weekend的時候就要除草 然後很重很重的除草機 就要一直推推推 然後把那個很重的草 再去交肥給所有的樹 不過 它是 它這個整個環境 然後整個花的香味 然後下雨 然後再看到花蟲開 整個世界的變化 然後整個跟戶外的生活的感覺 我覺得是相當不同的 所以某方面 我走上了這條路 然後做設計師 然後某方面 我是有非常希望說 要是我可以把這樣的居住環境 再帶回來台灣的時候 是不是有可能也改變台灣的 不是說只是 就是住在一個盒子裡 不是住在一個水泥河裡面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 這個生活實驗所的一個思想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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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放它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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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可以种种荒草 吃着脚踩在土地上奔跑 甚至可以爬上屋顶看看城市的风景 生活变得更了趣了 我们找到了一个认识老房 是日本统治台湾石盖的校舍 当初一进来是杂草是卖地的 没有地板 有些地方还有严重的破损 让我们看到它其实有非常令人珍惜的传统文化 在它的屋顶结构 它专的扎实性 还有乌瓦的美 这些东西我们相信 如果有办法让它重生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去学习历史 再把那些思想带入了新的生活 我们希望让很多人理解 在台北市居住 其实是可以跟很美的环境连在一起的 更希望能让小朋友拥有一个天空 这栋脑屋主要分成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我们的前院 它也是我们在城市中一直渴望永有的那片绿营 一进门 我们用了六米长的洗十字枪 分出六层第二个层次 一个让所有人一同交流的拨拨空间 在这个房子里 使用了七十percent的回收材料 将具有的材料重新利用 创造新的生活灵感 像是我们利用大力石圣料 将其打碎 以传统楼石字工法重新转移 不止保留了台式的传统工艺 更融合现代的数据美感 配上我们收起来的旧女性的家具 像是阿嬷的嫁妆 更能衬吞出老房的味道 厨房是这个房子的中心 我们希望保持空间的通透性 刻意利用老屋的窗框增加穿透感 连接厨房与周遭环境的关系 在厨房中间 我们设计了一个很现代的大中岛 常常举办各种活动 像是品茶会或超花体验 新银的大力石台面 对比底下过夜凉落的钢筋结构设计 好比让新的想法与事物 在这些基础向上堆叠 黑铁片胶正成的零形柜子 加上不同的层板 便可以放些酒水 以及生活用品 足够让大家在这里享受聊天 厨房左侧是客侧 保留了我们都很喜欢的 旧式马赛克鱼缸 而历史的痕迹 也被留了下来 来到了第三个层次 私领域 特别的是 主位域开了两个门 可以贯穿室外与室内 我们走来了 废弃的汽车天窗 安装在浴室上方 空间有直接的光线 浴室也可以直接落下来 有一道可旋转的墙 让大量的东西 可以引进多更入室 加上原有的木构造天花 与我们设计的圆环灯 让小朋友可以躺在这个空间 有不同的思想 做不同的梦 从卧室走向后庭院 我们将最终第四个层次 留给了大自然 一只栋房子 这个老屋中 有很多缺点 它是时间累积 而产生的一些不完美 但 这也是它最迷人的地方 这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设计案 是一个生活的实验场域 我们更不是唯一的设计师 所以这个故事怎么开始了 其实都是在于 这个业主想要在台北找一个房子 找个新的房子 找个房子给他的家庭住 那 大家都居住在台北 应该知道台北的房价的这个事情 其实 我们做了一个study Housing prices to income ratio 就是你的房子跟收入的比的话 大概是13倍 大概就是13年都不吃饭的话 你才要买得起一间房子 然后也就会产生很多很多往外 往外转 转地的部分 无可蝗牛的运动 开始了 很多很多社会的一些问题 因为没有办法自己买房子 所以产生了很大的现况 那 这些东西其实也不是没有人在盖 也只还是有人在盖 也只还是有人在盖 不过 他盖的这些东西 我相信大部分 或至少我 是没有办法买得起的 这东西 我想要一幅要四五亿 地宝 也是要两三亿 这些东西就是对我来讲非常的不实际 要是说居住在台北的话 除非我是一个也是一个地产商 我永远住不到这样的房子 就算我今天买到这样的房子 也许我也不会想要居住在里面 他的生活有没有办法 像我小时候的这种记忆 把它带给我的业主 我觉得是非常的困难 那在我们找这些research当中呢 其实发现到了另外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虽然我们的房价在这几个城市 香港、新加坡、东京、首尔 是最高的 13倍的 30倍的 可是我们租金在台湾其实是非常低的 所以新北市的话才9.6 然后台北市的话才15 所以要是说我们用租的方式去思考居住的可能性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找到更多的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当这业主在寻找的时候 他就发现到这些房子 这些老屋的存在 在调查之后 其实在整个台北市 还有其实还有甚至新北市 有大概一千多户这样子的 烙房的房子 80年以上的房子都存在的 这些房子虽然它的历史永久 然后也非常的破烂 有很多地方也是漏水 或者已经也去跨跨了 不过这些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的小时候的记忆 就是一个台北的记忆 就是台北的文化 我觉得这些东西 要是可以重新把它带入生活的话 它是不是更有趣 它是不是可以让整个台北 有不同的面包 所以我们在讨论其实就是一个被忘记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怎么重新注入一个新的神明在这个里面 这些刚刚那间的房子 就是刚刚看的影片那间房子 在台大跟师大中间 一条叫温州街的巷石 它是那时候台大1932年 在新建这一区的时候 台大去盖这些房子给那时候的教员所住 所以这房子里面上已经90年了 它的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这个是它的一些现况 就是只剩下玻璃的窗都被破了 只有用木板去把它遮起来 然后全部的树木整个到处都是 这是一开始那时候的门口 打开门的时候 然后进去看到 吓一跳 全部都是蚊子 那是八糟的 然后也有一些死掉的动物在里面 不过有没有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像现在应该在南部或在眷村 还有办法找到这种 圆形这种很漂亮的这种 三角形的这种圆形的马赛克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阿嬷家 还是会在这里面去泡澡 然后洗澡的部分 这是它后院 也都是被 也都被 木板把它全部遮起来 因为 应该也十几年没有人住了 去看另外一个地方 下一条连地板都没有 那当然更不用说 有些管线都已经破烂了 不过还好的是 这个房子至少没有漏水 所以 没有漏水的房子的话 就还有机会可以救 因为漏水只花最多钱的部分 所以在亚洲很多传统的观念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买一个房子 买这个房子 我们才有办法装修这个房子 投资报酬率 你才觉得滑乐 不过要是说 有机会把 刚刚那样子的老房 能不能租下来 然后重新 renovate 重新装修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有一种 更不一样的一个生活 那这就会变成说 我们不要当房子的奴隶 然后去贷款 然后永远的去 背这个贷款 然后一辈子的债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更新的概念 叫share economy 就是像分享社会 share economy就是说 就像脚踏车一样 大家去share一台脚踏车 是不是房子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 我一直想要去提拔 就是 不一定你一定需要一个 拥有一个房子 也许只是照顾这个房子 然后照顾这个房子 照顾这个房子 照顾十年二十年 它其实也是变成的 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从租 设计 施工 然后分享 这个房子呢 其实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左边这个大型的正方形 真的是日式老房的部分 然后后面上面的那个 上面这个部分呢 是它第二期 三十年后再加上去的房子 这边 左边两个有他们自己在最后有点加盖的部分 这是它加盖最后的厨房 因为以前日式房子 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这么现代的厨房 所以它加盖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它最后加盖出去的 也不太确定什么房间 然后这个是它最后加盖的一个厕所 因为应该是有现代厨房之后 在那装的马桶 然后你看到的洗澡间 那我们就在想说 要是说要一开始有我那种 可以跟外面非常有互动的 然后跟自然 然后让孩子可以在里面跑的那种状况的话 某方面的话 我们没办法 没办法就是利用这些这个墙 去做空间的定义 某方面要是有机会的话 是不是可以把它打穿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 孩子的一个游乐场 这个房子也不是没看过风水的 因为这个房子 其实主要 本来的路口在这个地方 那房子风水最重要就是九宫阁 九宫阁完之后 凌文上来讲就是要从正面穿过去 所以这个房子的平面就被我们改成这样子 中间有一道很大的墙 去做左边跟右边的分割 那左边的部分呢 就会变成私人领域 然后右边的部分就变成公共的领域 然后中间的部分呢 再穿了很多的墙面 让他一直可以在里面 一直跑得到圈圈 就这样 施工开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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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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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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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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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